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生这个职场 而且这种现象呢 不仅在日本已经上演 那将来的话 会不会也是成为 台湾未来的写照 那我们今天呢 就特别邀请到 我们现任台北市的预言 也是我们 关心民众健康 生活大小事的潘教授 来跟我们谈一谈 那我想潘教授 他对于这个下流老人的 这个现象 跟这个前长者照顾网路 有什么样的一个独特见解 我想教授 对你来讲 就是说有你的这个观察 我们台湾是否也将面临 这个下流老人的一个 普及的一个窘况呢 它是非常有可能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少子化 是 因为我们 你现在讲的这个下流老人 我自己讲起来是不好意思 因为没有把人家乘坐下流 我们的定义应该就是说 他到了晚年 年纪很大 他的财富不足以支撑 他的基本生活 然后再加上他很补独 所以这三件事要连在一起 就是年纪非常大 财力不能支持他的生活 然后非常的孤独 也就是说他这个孤独是包括 他周边没有任何亲朋好友 或子女来照顾 所以这三件事情 如果加在一起的话呢 对 那这个老人就可能是过着一个叫做 中下阶层 或者甚至比较低阶阶层的生活 那这一次在日本的这个作者所提到的 他就是说他在日本看到有些老年人 到了很老的时候 他在排队 排一个很长很长的队 在等一个非常非常廉价的菜肴 那他就看得很心酸 就是你这个年纪大就站不住了嘛 站不住 可是他为了节省那么一点点钱 或者他生的是没有钱去吃更贵的东西 所以他必须要排一个很长的队伍 等得这个比较廉价的这个菜肴 是 而且甚至他说还有很多老年人 他就是说一天本来我们正常是吃三餐 是 很多老年人他因为金钱不足 对 而只吃一餐 因为他要省钱 对他没有钱花了 也不用省了他没有钱花了 是 所以他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老年人过着这个比较 就是中下阶层的这个生活 他看起来他很难过 所以因此他就 用日本的话就把它定义说 这种人就称为下流老人 那在台湾的话呢 我们通常是不敢这样讲 因为讲人家下流好像不尊敬 所以我们通常都讲 比如说孤苦无一的老人 就是大概就类似他这个下流的意思 那你说在日本人家目前他估计 大概现在目前有900万人左右 目前日本大概差不多900万人 那他也预估说往后可能会多到 接近几千万甚至1亿 原因是刚刚我们讲过这个孤苦无一 老人的定义就是他很孤独 那人为什么会孤独呢 就是没有子女奉养自己 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 那你想想看你兄弟姐妹变少了以后 大家少子化以后 很可能你这个家族就只有你们家 一家人有后代 那这个后代如果又在美国念书 或者出外工作 那很可能就非常孤独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 有关少子化 人口变少之后 很容易造成的这个现象 那第二个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年纪呢 越来越老化 人口越来越老化 大概到2025年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就到超高龄社会 大概这20%以上的人都差不多65岁 所以你会发现说 就算你有一个兄弟有一个姐妹 他自己都管不了他自己 他哪有跟我管你 他自己都管不了你自己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部分来讲 也当然会造成我们孤独一老人 人数会越来越多 那另外你再来看就是在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贫穷的部分来讲 虽然台湾现在目前虽然有健保 是没有错 但是健保我们现在负担的项目 并不是全部 当然现在长照2.0现在目前 想办法要去照顾一些 就是那种所谓的 非医院所能照顾的人 比如说他 上司行为能力 上司行动能力 那但是他却又不能待在医院 因为医院是属于一个治疗单位 它不是一个照顾单位 所以你到照顾单位 你必须去所谓的安养中心 或什么的 那那个 就是养户中心 所以现在我们在推长照的年龄 那没有错 那长照的年龄 当然可能会照顾到这一块 可是目前来讲是刚推 情况怎样还不知道 那现在目前全台湾也有非常多的人 因为他必须要去养户中心或安养中心 他就没有钱啊 他没有钱去这些地方 所以其实不是光健保能够解决的 所以那目前以台湾来讲 比如说平均年龄是80岁 男生大概是76 女生大概83 差7岁 可是问题是 在80岁去世前 有平均7年是躺在床上 所以那这7年其实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 他如果是躺在床上 那他就一定 我想他就是一个孤苦 无疑的一个老人 也就是说日本 所提的这个下流老人 因为他没有行动能力 然后他因为这个样子 他就算以前可以过的一般的生活 他只要一躺在床上 他的生活立刻就陷入贫困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更多的那个照顾费 来照顾他的生活 比如说你可能要请外用 你起不起那就更孤苦 那另外就比如说 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尿布啦 什么这个这个各种照顾东西都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 这个不得了 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看你可能没这个经验 我父亲八十几岁的时候当时失去智商 就失智 他就在这个家里面 大便乱涂 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说 说孩子 你如果要处理你爸爸 我先来死了 他说我没可能 整天都没有 你给你补这些娃娃 后来我都没有办法 就找了个安阳中心 那当时我找的算是非常好的就是 台北市立洋宁医院 那是更贵 是 为什么呢 因为贴在医院里面的非常方便 你如果说你在安阳中心 他只是负责安阳 对 如果三不五时你发烧 他就会打电话跟你说 诶 那个洪总裁 你爸爸 快修了 你要来处理 因为我安阳中心没有办法医疗 所以你现在就要拼去一边 再给你爸爸载去医院 看完病以后 假设没事 还要再把他载回安阳中心 各位七万几岁 你普通人你就去门阜不去 是 你当然说你如果到那种 纯安阳没有医院的 甚至你送到新北市什么 更旁边那个东西 可能三万几万四万 有可能 但是你在台北市中心 还在那个病院里面七万 七万 我说普通人 普通人没办法 对 普通人没办法 不要说这个 还没有呢 他说那个潘先生 你到楼下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就是那个医疗用品中心 去开个户头 我开户头要干嘛 是 你爸爸尿布要不要拿 你爸爸那个湿纸巾要不要拿 你爸爸卫生纸要不要拿 我缺个尿布还打电话给你 是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对啊 你开个户头嘛 就直接记账就好 不是 不是记账 你是要先付钱 我一个月去解都解几万块的 哇 所以另外的 除了这边七万块 你都不知道你看 我跟你讲 除了七万块的基本的这个支出 没有要干干 还有那些额外的 没有要干干 没有干干 还有两三万 没有干干 像说你这些人 你不是长期在推动这个健康 这个医疗吗 还有那个长青的照顾吗 相关的这些议题啊 那有哪一些是淫法族 他们的一些悲喜 一些故事啊 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妈的老顶啊 我妈的老顶 我妈的老顶 我妈的老顶大楼 跟我们叫做华夏 那个 他的楼上呢 有一个老先生呢 以前可能是真的很有钱 那就是生了一个小孩 好心嘛 欢喜说 哇 一举得难 对不对 美品都那些生死的旅行 我妈的老顶大楼 他就照顾 他 他 他做这个也做得不错 结果出国去 趁 找他 在美国做的事情都没回来 没回来 没回来后 现在这个老先生 到老来 太多了四季 有一个人 叫我师子 师子 师子要呢 那时候我会有点好 整天晚上到晚上 差不多十一几点 一两点 开始 就开始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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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在做什么 整个大楼 就开始去找 奇怪 这是什么 在软部 在找警察的处理 叫他 他说 一颗狮子 就在软部 软部 大家 就开始连续说 你做好心的 你不必够处理 是 他好心就跟你说 不好意思 我在美国 我不能处理 我没有你接到 接到美国 他说不可能 接到美国 我称的去 我不可能 不然他说 我爸爸他本来 退休息 我来安排 因为他失智 他有权力控制 他说 没有就把他称去 会用 我们就想说 好 你如果要这样处理 你不必处 好 你如果会用的 可以帮他 不要在那儿急 我们接受 对 结果有问题来 越来越严重 所以和会用 抓起来打 因为那个 我们那个失智 医学 你再慢慢了解 就是说 他是从记忆去 开始退化 他会退化到情绪去 所以因此他就会 打人啊 会暴怒啊 什么的 会用被他打到跑 你知道吗 打到 打到去投诉 那个 那个老公中心 好 警察要来十几月了 不是 又被拼了 我都处理了 他儿子就 两手一招 我都处理了 我都处理了 他说 我可以做的就这样 是不是 现在目前我们 以长道二鼎田来讲 虽然是照顾 的经费是有 在编列 但是我们这个经费是不足的 那另外就是 再加上就是 我们照顾人力 有缺口 大的缺口 所以现在目前其实没有办法落实 要趁年轻的时候 来做理财 才能够 这个就是到你老的时候 不会 这个就是挨饿 那这一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这个 教授您来 前一阵子我看到一篇 那个瑞典的研究 瑞典是社会福利国港 他们去调查那个百岁人类 是 可能全国可能用八十几个百岁人类 对 都把他们请来啊 对 请教一下说 那你们大概觉得说 你们能活到一百岁 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是 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讲得出来 比如说生活要愉快啊 等等的什么 但其中有一条 我觉得蛮有趣的 是 他说什么 他说说五十岁以前 要自己买一栋房子 那我看到这一条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在 各报章媒体就写这个文章 我就说 奇怪为什么他 瑞典的这个百岁人类 会把这一条放这么前面 是 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老了以后啊 没地方住 没有自己个地方住 你要去租房子 被人家赶来赶去 对对对 那甚至还有的人 刚刚你也提到 有的人不租给这个 有故苦老人 是 那怕你户不起房租啊 没错 所以虽然说 我们现在政府有提出优惠条例 是 就是说 你如果租给这种人 对对 就你们贤物的这种人 是 我税率可以 那个用自用住宅税率 是是 所以那但是现在目前 还是有很多人 还没有推动 又又再推动了 但是问题是 不足以吸引他们的那个 是 因为那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因为你房租受不到 对 跟税金多一点 那个差很多 所以因此 刚刚我特别提到那个 瑞典的那个 百岁人瑞 他们在投票 就是说 活到一百岁的 几个重点 除了快乐 运动 是 什么吃之外 对 重点就是要有租自己的房子 就是理财 对 先闻下来 先闻下来 所以我就奉献我们 所有的年轻朋友 是 他们现在的观点都是说 因为房子太贵 买不下来就不要买了 是 以其这样不如买个高级车 对 比如说呢 开始去旅游 你现在看到台湾的小朋友就是 旅游的很多 对 他只要有钱 就到日本去打卡 是 到泰国去打卡 到韩国去打卡 然后他在想说 反正我房子买不起 我有打卡很爽 然后呢 别人有去我没去呢 我觉得很遗憾 所以我有打到卡 我就很高兴 我就跟他说 你们这个观点都错误 不像我们早期 我们这些老先生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在玩 对 我们就拼死命的都是 想法 要买个房子 我们省之俭用 虽然说 没有说你现在钱很少 追不上房子 可是你要晓得 你买房子不要一次买 那么大 因为买小的嘛 你从食品开始买了 我都劝他们说 你从食品开始买 你只要咬着牙买食品 那天开始 你就可以食品换二十品 二十品换三十品 三十品换四十品 四十品换五十品 先求有 对啊 那你如果这样 如果你能够很 很迅速的这样做的话 到了五十岁六十 你可能换到五十品 对啊 那等到你退休之后 你从五十品开始 你就开始再把它换回来 就没问题 因为你最后可能 房子太大 你也打爪不来 嗯 这个教授您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鼓励人群人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先买房子 先 你自己自负得起的 先买 好 当然 对不对 因为人生毕竟 你还是有几十年要过嘛 你不小心活到 对不对 一百岁 一百二十岁 好 那这一个部分 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上 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上 对 这一些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一方面累积我们的财富 是 你因为刚刚一开始就讲到说 他孤苦无依的老人是有三个条件 是 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年纪非常的大 年纪大 第二个就是财力不足 第三个就是过渡 是 那就针对孤独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你现在提到就是说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 能够有很多的之交好友 是 你平常就可以 经常帮助别人 是 那你老做人家就会回过来帮助你嘛 对 那通常他们也发现就是说 如果说你旁边 有一个五股一的人 通常旁边是没有亲朋好友 但如果有亲朋好友 通常都活得比较健康 所以因此就是 日本这一位作家也特别提到 你这么年轻的时候 应该要累积一些 所谓人际关系的财富 是 那事实上在欧洲呢 他们现在也提供一个叫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的意思就是 他的概念是这样 比如说 你比如说你 这个 黄老师 退休 65岁退休 你那时候还身体很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依照联合国最新定义 你才壮年 是啊 那你壮年时候 那你去帮助老年人 80岁以上的老年人 你去帮助他 你去志愿帮助他的时候 那我在这个公家 他就给你寄个时间 你帮助一小时 我就给你寄一小时 你两小时就两小时 所以你65岁到80岁 这段时间 你还在壮年时候 你生活还很富裕 刚刚才迈入退休年龄 每天很快乐的拨出几个小时 去照顾比你年长80岁的老人 然后呢 你累积了100个小时 或200个小时的财富 然后等到你80岁90岁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 这时候政府单位就把这200个小时拿出来 请人照顾你 哇 就是回馈给你 那完全是按照你所服务的小时数回馈你 露出的 对 所以 这种时间银行的概念 目前在欧洲已经开始推行 是 所以因此也得到大家广泛的同意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样也可以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因为你 你愿意去照顾他 你当然是免费嘛 是 那等到 你要人家照顾的时候 说明又有人愿意照顾你 他又免费嘛 所以大家生生不息的就是利用这种志工的观念 一种良性循环 对对良性循环 但是这个良性循环却是有帮你记录 那因为你现在是台北市议员 那你也在推这个就是说 全长者照顾网络的一些政策 那以现在目前的政策的现况 它的一个缺失跟这个可行性 是可以说一下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人体缺乏 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照顾者 就是比如说现在需求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 他现在已经失去自己行动的能力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有一个照顾者去照顾他 那这个照顾者呢 现在人数不够 就是找不到人 比如说我需要一百个 我可能只找到五十个六十个 这是第一个我蛮大的困难 所以变成我就算有钱 我也请不到人去照顾你 那不是就一样白搭吗 这是第一个 所以这种人力不够 离职率高 然后薪水低 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目前 长到二点 你现在目前有在提高 那个 照顾者的薪水 但是 even他提高 都请得到人 这一点我要特别提出 那另外一个就是 目前 刚开始的时候 裁员现在目前是充足 那为什么现在是裁员充足 好 那而且还有加上就是说 他现在呢 早期他们 就是不同 不同执政党 他们不同的意见 早期有一个执政党 他是说 应该要用保险的观念 那保险的观念 就比较没有问题 就是因为你交钱 要有保险钱在那边 他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这个执政者 他就不想推动保险的 他说要编列预算 那编列预算 其实政府根本撑不住这个场面 那目前就是我刚刚讲 因为刚开始实施 他好像够 其实以后就不够 而且 他编列的裁员呢 很好笑 他是两个机会裁员 什么叫机会裁员 就有机会裁员 就有机会才有 没机会就没有了 哪两个机会裁员 一个叫遗产税 遗政税 一个叫做那个 燕捐 燕捐 就是有抽烟 对有抽烟 我们现在大幅度提高的燕捐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从燕捐得到的钱 还有从遗产税得到的钱 因为我们早期遗产税是10% 对 那后来又提成20% 对 那20%里面的10%的差价 就是要拿来做长照2.0 可是问题是 这是机会税率 什么叫机会税率呢 就是有人去世 有有钱的人去世 才会有钱嘛 对他有一场钱 那他没有有钱的人去世 或者以后大家都没钱 或者他把钱都挪走了 你就扣不到了 所以你现在你觉得说 你10%变20%你可不扣得到 我个人觉得很大的危险性 然后在燕捐的问题 燕捐你现在好像看起来多 可是实际上 抽烟的人口少 如果推动健康观念的话 那也没啦 也抽不到 也抽不到啦 所以你现在是刚好有这一两百亿 刚开始的一正税跟燕捐 然后呢又加上你没有推到 而且我刚刚也讲过 人数一直在增加 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 人数还是在增加 所以根本 我认为这个财力 根本就是崩盘的 根本就是崩盘的 那种财务就对啦 现在变成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超高龄社会了 快慢入了超高龄社会了 为什么这样 因为现在出生力很低嘛 现在年轻人也要赚的钱少 对 他当然要担心啊 我自己都养不活了 我在生小孩 那我怎么去养我这一个小孩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 市政府 有没有什么要解决 其实不要说是 市政府是解决不了的 不过但是这一点 我就是 必须很骄傲的跟 黄老师说 是我在十年前 就提出了这个观点 是我最先提出 现在很多人跟着我讲 虽然是说 跟着我讲 我也没坑声嘛 是 我十年前就提出 这个 生育率是国安问题 是 国家安全问题 当时我提这个问题 就是人家觉得你好笑 什么距离的 什么生肖还是国安问题 但是你现在如果去翻报纸 很多的那种 大人物都在学我讲 他说生育率是国安问题 而且是最近两三年讲的 我对不起 我十年前就讲 为什么跟国安问题有关 确实跟国家安全有关 你看现在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破产 就跟生育率有关系 对 而我在十年前就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嗯 我们现在整天要照顾 孤苦无一的老人 我们要照顾 要长照 要照顾生病的人 对 这可不可以合理 是 环中没有说这个不合理 对 愿意掏钱养他们 没有问题 可是这些人是养养养养养养 养到最后是 没有结果的 是 但有一群人是养他会有结果的 你为什么不养 是 那就是那些小孩子 没错 也就是说你把同样的钱养那些小孩子 你养十年二十年他会生产 他是不是有机会 不是不是他就生产了 你养他二十年他开始替社会贡献 对 然后他可以贡献四十年五十年 你这个钱要花在对的位置上 你让小孩去念书 让小孩去学好 你要国家来养 而且我当时提出的观念有多厉害 你知道吗 你小朋友一出生 不是就有一个健保卡 对不对 你这个健保卡 只要拿到医院去做健检 因为我们那个小孩子要打疫苗 要做健检 他每个月要做健检 要去打疫苗 你只要一旦那个卡插上去 那个小孩 医生看到那个小孩子存在 健保卡立刻连线社会局 各县市社会局就知道这个小孩存在 所以他每个月都要定期去给我做健检 定期都要去给我打疫苗 钱才会拨下来 钱才有拨下来的可能 所以他去做了健检 社会局收到他健检的资讯 社会局就透过他社会局的管道 或区公所的管道 就把营养券发下去 而且这个营养券我当时设计 因为我在美国念书我知道 他的营养券社区上面都有盖章的 你去这个营养券去拿的时候 你只能拿婴儿相关产品 就是他会设定那些产品 你烟是不能买 酒不能买 你各种东西都不能买 你可能只能买什么 奶粉尿布 然后什么什么 就是各种营养品 香蕉水果 可以拿这个 不能转卖 所以我们就设定他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 比如他上学 他到六岁要上学 我就可以 让他不会在黑暗中哭泣 你六岁只要上学 你就一定要来上学 否则我就停发所有的钱 我一定要找到小孩为止 我要看到他 所以他到学校去上课 他六岁只要一上课 我就立刻学校知道他来上课 老师马上就接管 你只要进了我的学校 一样午餐 全部中华民国政府买 全部我们买单 你只要到了学校 我全部我买单 所有的学费也是我们买单 你只要有学费单 我全部帮你交掉 所以就是会什么 你家长拿不到钱嘛 你也看不到我的钱 但是你只要有本事生 我有本事帮你啊 所以他这个整个系统要clean 要整个钱死 让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动我的钱 你的小孩子 所有的钱我付 但是你看不到钱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小孩子必须健康 必须存在 我钱才能持续拨 只要一旦不存在 我不是不拨钱而已哦 我动用全国警力 我要找到这个小孩 你要让我知道他在哪里 我马上要知道 经济要好 方向要对 钱要用在刀口上 这个是很重要的关联 这个是很重要的关联 是很重要的关联 这个是很重要的关联 就是很重要的关联